登乐游园 向晚亦不是 驱车登古园 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 向晚亦不是 驱车登古园 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 中文字幕志愿者 向晚亦不是 驱车登古园 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 向晚亦不是 驱车登古园 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 向晚亦不是 驱车登古园 驱车登古园 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 诗人李商尹 在傍晚的时候 心里感觉有点闷 于是 就驾着马车 到乐游园上去 站在高原上 俯瞰大地上的景色 此时正值 夕阳西下的时候 远处天边 一大片的夕阳余灰 令人不禁赞叹 夕阳是如此的美好 可惜的是 美丽的夕阳 不能多停留一下 好让我们可以 多欣赏一下夕阳之美 诗人在乐游园上 俯瞰长安城 及祖国壮丽的山河 引发了诗人心中 对美的强烈感受 所以他才发出 这深沉的感叹 可惜啊可惜 多么美的景色啊 为何不能多停留一些时候呢 诗人只能站在乐游园的高处 对于美景的逝去 对美景的逝去 产生无限的低回流量 西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 您是否也有和诗人一样 失落的感觉呢 引读此诗 的确会让人感受到许多事物 不过也是和西阳一样 都是很难掌握住的 所能做的 也只有捕捉 刹鲁间的美感罢了 感谢观看